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赵恒是北大学霸,而我是个三本学渣。 他农村出身,因为成绩优异,拿着奖学金在北京读高中,和我读同一所。 同样的高中同样的老师,他是学霸一路考上北大,而我只考了个不起眼的三本。 于是谈婚论嫁的时候,赵秀平对我横竖看不上。 本来我爸妈已经说了年轻人结婚互相喜欢最重要,都不打算要彩礼了。 话还没说出口,赵秀平就破口大骂。 怎么?你们还想要彩礼啊? 你们女儿一个三本学校毕业的,找我儿子那是高攀了,凭什么要彩礼? 爱嫁不嫁?行啊,真当你儿子是个金伯伯呀。 老娘不嫁了,奈何她儿子没她那么大脾气,在雨里头跪了一夜,求我不要离开。 快毕业的她忙得焦头烂额,却还是每天都来找我,黏着我,照顾我。 最常对我说的话就是,你千万别不要我了。 她那样要强的一个人,满眼破碎,像一只摇尾起怜的小狗狗一样,祈求我千万不要抛弃她。 我说,不是我不要你,是你妈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赵衡显得很不耐烦,她一个农村妇女,字都不识,懂什么叫爱情。 她目光短浅是她的事,反正我爱你,我只要你。 我赵衡这辈子非你不娶。 赵衡口口声声说,她妈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村妇女,素质低一些也可以理解,让我不要在意。 可我心里到底没这么好过这一关。 直到订婚前去看婚纱的那天,赵秀平又滔刀姑姑地说什么没必要拍婚纱照,浪费钱之类的话。 赵衡忽然大发雷霆,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了她一次。 男男在我心里很重要,她值得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又昂贵的东西。 你要是不满意,就回农村去,我们也别再见面,省得大家心里都不开心。 赵秀平看赵衡这么生气,一下就被浇灭了气焰,唯唯诺诺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看到赵秀平局促说不出话,还眼含泪光的样子,我有点心软,扯了扯赵衡袖子。 赵衡摸着我的头,温声细语,我说过,不管是谁,都不能让你受委屈。 赵衡处处向着我,在她妈面前态度强硬,加之赵秀平渐渐闭了嘴,不敢再多说什么。 让我逐渐放松了警惕,觉得我们之间的婆媳关系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大问题。 毕竟赵秀平看样子已经放弃了反对这门婚事,况且赵衡任何时候都宠着我,站在我身边。 我又为什么不能多拿出一点勇气来回馈她的这份坚定? 而爸妈一直很欣赏读书好,头脑好的人,对赵衡颇为喜爱。 看到赵衡那么努力,也就不渴求她贫困家境能拿出什么彩礼。 还直接把买房子的三百万手付出了,说,你们幸福就好。 我也以为我们会幸福的。 我压根儿没把赵秀平当成一个威胁。 赵秀平是个单身妈妈,在农村做单身妈妈可能很不容易吧。 所以赵衡考上北大之后,她的虚荣心就愈发爆棚。 觉得全世界没一个人能比得上她儿子,在她的概念中,她儿子这么优秀,就应该娶个名校毕业身家百亿的白富美才对称。 娶了我实在是太委屈了。 一开始,她只是对我的学历看不上,后来生活在一起。 她对我看不上的东西就太多了。 我做的一切,在她眼中没有一件是合格的,能让她满意的。 动不动就要把学历拿出来说话,说,要不是你高中就勾引我儿子,你觉得你这辈子有机会高架,我们赵家。 你这种底层社会的人,连我儿子的面都见不到。 我感到好笑,拉出赵衡来,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会站在我的这边,却没想到,在赵秀平面前。 原本对我百依百顺,捧在手心的赵衡,结婚后仿佛变了一个人。 以前不管她妈说什么,她都会说,她一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你别跟她一般见识,都按照你想得来,我都听你的。 现在忽然摆出一副大男子的姿态,指着我的鼻子威胁。 林南,你怎么那么多事? 我妈是长辈,她说什么你听着就是了,少顶嘴,别逼我删你。 删我,她居然还要删我。 我看着眼前怒目圆睁,满脸火气,眼神冰冷的男人,丝毫与自己记忆里的那个人对不上好。 她完全,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我始终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突然,这样巨大的改变。 我没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赵衡还阵阵有词,林南,现在我们结婚了,结婚是过日子,我可没经历天天哄着你。 你要是还跟以前一样矫情,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看到她儿子这么说话,赵秀平得意极了,就好像她生了个威武雄霸的大将军式的自豪。 恨不得赵衡能直接给我两巴掌呢。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村是一个很封建的地方,崇尚大男子主义。 只要嫁进他们家,就成了他们家的一个所有品,男人就是天,就是一切。 男人要对女人硬气,男人打媳妇就是能耐。 在赵衡看来,我现在已经是她的人,她就没必要再像没得到时那般照顾我的矫情。 可是我不信,我实在没法相信之前我认识的那个赵衡就只是一张演技精湛的面具。 我宁可认为是她心情不好,工作劳累,而导致出不好的情绪。 所以我回了娘家,等着她冷静下来,来给我道歉。 可是,她没有来。 我在娘家住了半个月,住的邻居都开始闲言。 有个大妈看见我逛公园,就嘀嘀咕咕开始跟别人扯我闲话。 住了半个月了? 是啊,都煮熟的鸭子了,谁还哄她? 她不会真相信人家是喜欢她吧? 还不是因为她好骗? 毕业了就结婚,能拿上北京户口。 我一直以为赵衡是真心喜欢我, 所以作为全校的男神,学霸, 他才会放下架子,能给我主动告白。 对平平无奇的我,穷追不舍。 我一直以为这是喜欢,从未想过,使她另有图谋。 那些闲言碎语,我一直认为是他们嫉妒我过的幸福, 而现在,却被一一证实了。 我在家待了整整一个月, 赵衡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来看我。 连一通电话都没有。 我心灰意冷,才忽然觉醒到,原来过去的一切美好, 都是一场她蓄意酿造的梦。 她的追求,她的无条件宠爱, 顺从,都是刻意营造出来,引诱我的陷阱。 而这完全不是因为她喜欢我, 是为了能让她日后生活和事业都更加平不清云的北京户口。 我感到很可笑,又很难过。 在家的这段日子里, 我一直吃不好,睡不好, 精神恍惚,食欲下降。 去药店买药, 店员很细心地问了一句月经是否正常。 我才恍然想到,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来大姨妈了。 以前我月经不调, 也有过这种状况, 所以没太放在心上, 觉得她自己会好。 而这一次, 显然不是月经不调。 我看着两道杠的燕运棒, 忽然陷入一股茫然。 一是对自己无妄的婚姻, 二是对自己腹中这个小生命。 那一夜我无法入睡, 搜索了很多关于单亲家庭孩子成长的问题, 还有单亲妈妈的事例。 我倒不那么在乎自己苦不苦。 我想知道, 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 这个孩子的成长, 能否与别的孩子一样? 答案很明显, 不可能。 一个妈妈在努力, 也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庭所能赋予的健全人格与幸福童年。 而这种缺失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这让我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纠结。 而就在我还不知该做和选择的时候, 赵恒带着赵秀平登门了。 他们不知道从什么途径得知我怀孕的事, 大约和我们家小区那几个碎嘴大妈脱不了干系。 他们带来了很多东西, 不仅给我, 还有给我爸妈的礼。 赵秀平的态度尤其好, 一见面就嘘寒问暖的, 拉着我的手, 一顿红, 一顿认错。 说什么以前都是自己太封建了, 态度不好, 说错了话。 看在我一把年纪的份上, 你就原谅我, 好不好。 我和他之间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 我压根不想看到他。 我甩开他的手, 冷眼瞧向赵恒, 想看看我这么对他妈他是不是还得删我。 没想到, 赵恒直接给我跪下了, 又是这一套。 老婆, 我错了, 是我做得不好, 求求你原谅我, 跟我回去, 好不好。 我甩开他的手, 多余的话一句都不想说。 赵恒心平气和, 钻住我的手说了很多。 老婆, 我从小是个没爸爸的孩子, 受了很多欺负, 其中的苦楚, 真的是语言不能表述的。 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跟我一样, 也没有爸爸。 赵秀平也说, 是啊, 你以为一个人带孩子容易吗? 那时候, 我背着我家赵恒在餐厅洗盘子, 洗完才发现他发烧了, 却不敢带他去医院, 因为没钱, 还欠三个月房租。 说着赵秀平就哭了, 赵恒也很动容地红了眼眶, 母子二人抱头哭了起来, 场面一度很尴尬。 不得不说, 这也正是我的担忧。 其实我很怕自己的孩子没有爸爸, 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嫁给赵恒, 也有很大的因素, 使我认为他可以是一个好爸爸。 他学习好, 性格要强, 又能吃苦, 我认为这是一个父亲能够具备的美好品德。 见赵恒说不动我, 赵秀平索性也下跪了。 南南, 原谅我吧, 我给你跪下, 求求你回来,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绝对不会有二话, 我在你爸妈面前发誓。 我爸妈被他这行径吓坏了, 赶忙上前拉他起身。 赵恒掏出手机, 打开备忘录, 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他给孩子取的名字。 我想了一个晚上, 你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 我回家了, 因为我想要这个孩子。 这是我的一个孩子, 我既不想打掉他, 也不希望他出生就没有爸爸。 而且怀孕之后, 我忽然释然了, 忽然觉得赵恒爱不爱我, 为什么跟我在一起, 并不重要。 我只希望我的宝宝能够一个完整的家, 有一个好的生活。 我很期待这个宝宝, 所以每天都吃营养餐, 注意运动, 听古典音乐做胎教, 反正作为一个孕妈, 能为宝宝做的一切, 我都尽力去做了。 而我的婆婆, 那个承诺要好好照顾我的婆婆, 封了一样的迷信民间偏方。 为了让我生出儿子, 她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将民间偏方里的一些中药材, 偷偷添加进了给我滋补的乌鸡汤里头。 乌鸡汤是滋补的汤, 里面本身就会添加一些中药材, 所以我根本没有怀疑。 我就那样全然不知情地喝了几个月, 喝到内分泌失调, 爆出一脸的痘痘, 而且开始疯狂地浮肿, 发胖。 赵恒那段时间很不愿意回家, 即便回家也目光躲躲闪闪的, 不愿意看我, 还借口工作不和我睡一张床。 有一天早上, 她出门, 我给她递包, 她看了一眼, 就露出了一种很嫌恶的表情, 像看见一只蟑螂一样, 对我说, 你的脸太恶心了。 那天我哭了很久, 哭到呕吐。 而吐出来的酸水, 苦到我说不出话。 我这才反应过来, 赵秀平给我吃了什么 不明偏方, 我去质问她。 赵秀平第一次破天荒的温柔哄道, 乖呀, 这个东西吃了能生儿子的, 我们老赵家就照横一个男人了, 必须得生儿子才行。 贝贝的态度就是这样来的, 她出生后浑身都是红疹子, 疼得碰都不能碰, 一碰就撕心裂肺地哭, 每一生都像凝在我的心口, 让我跟着痛苦。 当时医生留下一瓶药水, 让妆到喷壶里面, 孩子哭的时候就往皮肤上稍微喷一喷, 缓解她的痛苦。 我刚生产完, 十分虚弱, 孩子哭得生死历劫, 都快要窒息了, 赵秀平却坐在一头, 无动于衷。 她翘着二郎腿, 嘴里叼根烟, 给全村的亲戚们打着电话, 万分惋惜地说道, 不中用, 是个丫头, 哎, 对吗, 有什么用? 隔壁病床的家属, 让她出去抽, 她还骂人家, 说病房不属于公共场合, 她交了钱的, 她想抽就抽。 我实在没力气多说, 只顾着求她拿喷壶, 给贝贝喷点药。 她却说, 小孩子哭一哭就好了。 当时, 我真是想杀了她心都有。 没错, 贝贝出生的时候, 赵衡还在工作。 是我爸妈来了之后发现她没在这, 得知她一直没出现过, 才一通电话把她骂来的。 她来的时候神情很恼火, 还嘟囔着, 不就是生个孩子, 要全世界围着你转吗? 直到这一刻, 我才明白, 她何止是不爱我。 她, 赵秀平, 他们赵家根本都没把我当个人看了。 我侧过头, 看着墙堡中刚刚安睡过去的女儿, 这一生, 从未这样愤怒。 只有杀了她, 杀了她妈, 才能熄灭这股愤怒。 她来了, 但她还是要工作。 她坐在一旁陪护床上, 打开笔记本电脑, 不知道忙什么。 然后, 贝贝因为皮肤病的疼痛, 开始哭了。 别说她, 就连我也从来没有听过, 婴儿如此刺耳惨烈的哭声。 她因为哭声, 没办法专心工作, 却不说问问孩子怎么了, 而是回头对着我们全家人怒吼, 能不能让她别哭了。 这东西我十二点前必须教。 我爸忍无可忍了, 骂他。 赵恒, 你可太有出息了, 你怎么不问问孩子为什么哭? 都是你妈, 在我家男男怀孕的时候, 往她的食物里添加了不明天方, 吃出来的胎毒。 赵秀平一点就着, 摆出一幅泼妇的样子上来闹。 吃天方怎么了? 那是我们老家的偏方。 生儿子用的, 吃来吃去有什么用? 她生出儿子了吗? 我妈, 一个一辈子都没有说过半个脏字的人, 也被她逼得像个泼妇一样怒吼。 没生儿子怎么了? 什么年代了? 不生儿子是罪吗? 你有没有一点人性? 孩子难受成这样? 我女儿在你们家吃尽苦头, 你还要说这种话。 赵秀平恼羞成怒, 伸手打我妈, 我爸保护, 我妈推赵秀平。 然后赵衡挤眼了, 上手来打我爸, 口口声声地叫嚣, 不准动我妈一个手指头。 看到赵衡对我爸动手, 产后虚弱的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从床上窜起来, 抓起旁边桌子上的不锈钢饭盒就砸上了他的头。 我爸都震惊了, 受到鼓舞, 也不顾什么老教授的体面, 直接跟赵衡和他妈动起了手。 就这样, 贝贝出生的那一天, 我们两家在病房打了一架, 三对二, 我们赢了。 仔细想想, 可真好笑。 我想当时隔壁病床那家人一定在想, 这女的多不堪啊, 嫁给这种人家, 找这种老公。 而我也已经忍无可忍了, 离婚吧。 好啊。 赵衡想都没想, 就一口答应。 仿佛这句话他已经等了很久, 就等着我开口。 赵秀萍更是兴奋地跳脚, 指着我羞辱, 李呀,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狗都不要。 隐人已经达到了再也无法容纳的地步。 我抓起一旁的热水壶, 用尽全身力气, 狠狠砸在了他那张嚣张又恶毒的脸上。 砸得他哀悠乱叫, 疼得捂住脸藏在了赵衡身后。 赵衡上前, 想对我又一次地动手, 被我爸一拳砸在了脸上, 休想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 又是一场乱战, 一场笑话。 赵衡在外面有人, 我早就知道。 只不过得知他的嘴脸后, 我就一心想着孩子了, 他怎么样, 我一点也不想在乎。 却没想到, 这个人会这么嚣张。 冷静期还没过, 他就迫不及待地找上门了。 小三叫伦的是赵衡所在部门的经理秘书。 同样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据说他们从大一起就是同班同学了。 他身材性感, 打扮时尚, 皮肤好, 知性优雅。 明明同岁, 我在他旁边就像个菜市场大妈一样, 身材走样, 穿着邋遢, 一脸不堪入目的痘痘。 你就是林楠吧? 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标准礼貌地微笑, 眼神却很冷漠。 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后, 目光就变成了一种完胜的高高在上。 赵秀平有一双狠毒的眼睛, 跟着儿子来北京后, 很会看人穿着。 看到他浑身上下十好几万的名牌, 他热情地用十二分的尊重将他迎进了门。 琳达也没废话, 一坐下就说, 我怀孕了, 照恒的。 这个场景我任何时候想起来, 都是我一生的耻辱。 就是你作为一个生物, 被另一个生物全然碾压, 连空气里的味道都是它清香, 你恶臭。 它容颜精致, 你满脸痘痘。 你明知道它是来挑衅你的, 可一抬头, 却发现对方处处都比你优秀。 你毫无脾气, 说不出一句话, 那种被挤压到极点的窒息与无助, 让我忽然意识到, 我已经毁了。 我被赵恒, 被赵秀平, 被这段失败的婚姻彻底毁了。 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而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我的女儿甚至不能有一个爸爸。 赵秀平, 赵秀平没让我失望, 都离婚了。 护养权问题的时候, 赵恒的律师找上门了。 他跟我算了一笔账, 说房子当时是我自愿写赵恒和我两个人名字的, 等同于我自愿将此视作夫妻共同财产, 而非婚前财产, 分割的话一人一半。 我冷笑, 房子首付三百万是我们家出的, 他凭什么分一半呢? 赵恒律师就在这儿等着我呢? 他说, 当然了, 这个问题还是要看双方的协商结果。 不过林女士, 您应该明白, 对于孩子抚养权, 法院是会根据父母双方生存能力去做判定的。 如果赵先生坚持要孩子抚养权的话, 您可能不占优势。 至此, 我才恍然明白过来他们的阴谋。 他们想通过孩子的抚养权来威胁我, 分割一半房产给他们。 说白了, 他们根本不想要孩子, 但知道我想要, 所以就以此作为威胁来牟利。 我冷笑, 以为我不懂法呀。 现在孩子在哺乳期, 没人可以抢走。 赵恒的律师笑了笑, 是啊, 可是这是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哺乳期是期限的。 哺乳期结束之后, 我们还可以就孩子的抚养权打官司。 到那时候, 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律师的话提醒了我, 争夺抚养权, 光有勇气还不够。 如果我一直像现在这样, 只要赵恒向法院证明, 我长期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不能像他一样给孩子提供必须与良好的教育环境, 法院不可能把孩子判给我的。 目前孩子刚出生, 他抢不走, 可过了哺乳期呢,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孩子我要, 房子我也要, 我绝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到这一刻, 我才意识到, 自己和所有为了家庭而放弃自己人生的女人一样, 成了一个除了家庭和老公, 一无所有的家庭主妇。 而这个身份和角色, 在婚姻破裂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你的人生也随之万劫不复。 可就在我人生万劫不复的这一刻, 我没有害怕, 因为我已经不仅仅是我, 我是一个妈妈了, 我的孩子需要我的保护。 我应该坚强, 应该站出来, 在他长大成人之前, 为他遮挡住这世界的一切暴风与丑恶。 那一刻, 我明白了什么叫唯母则刚。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因为妈妈的无能, 成为一个一生不幸的笑话。 我会爱她, 比这世上任何人都爱。 为了贝贝, 我重新振作, 出去找工作。 可现实残酷, 我本来学历就不好, 又从来没工作过, 还单身妈妈带个没上幼儿园的孩子, 根本没有公司肯要我, 只能瞒着爸妈, 去打一些不起眼的灵工。 也就是, 在这些灵工当中, 我找到了一个只有我才能做的高薪工作。 化妆品适用模特。 一开始看到他们的招人信息, 我都没理解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后来有人告诉我, 这是化妆品公司的广告, 他们带货靠直播。 喜欢做那种把一个满脸痘痘的家庭妇女, 变身成为大美女的策划。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 因为他们给的薪水实在太丰厚了。 一个月给一万呢, 每场直播还有额外的奖赏。 抵达公司之后才发现, 来报名的人特别多, 甚至还有脸比我更加烂的。 我顿时感到没戏了。 就在这时候, 人事部的负责人前来说明了要求。 第一句话就是, 想单纯靠化妆品焕然一新, 那是痴心妄想。 紧接着, 他就告诉了我们这份工作的真正内容。 其中包括了严格的饮食计划、 运动、医美, 且前三个月都要被封闭管理。 说白了, 就是吃不饱, 天天运动, 还得像坐牢一样被监控着。 一听到这个, 大厅里的人就基本走得差不多。 他们都是家庭主妇, 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来的。 我不同, 这份工作能救我的命, 我都能接受。 我上前一步, 坚定地看着那个已经转身准备往回走的人事部主管。 他很诧异, 打量了一下我, 你想好了, 我刚刚说的那些内容, 恐怕比你想象的要更痛苦。 是挑战人类极限的。 人类极限吗? 我早被赵秀平的民间偏方挑战过了, 现在就是我突破极限的时候。 我坚定地看着他, 告诉他, 我能。 入职前, 我抱着贝贝软糯的小身体, 亲了他的小脸一整个晚上, 亲得他都没睡好。 都说孩子离不开妈妈, 其实是妈妈离不开自己的宝宝。 一想到三个月都见不到他, 而他随时都有被赵家抢走的可能性, 就心痛地止不住哭。 我妈看得心疼, 说, 要不就别去了, 爸妈都有工资的, 我们打个证明, 说我们有能力抚养贝贝。 我摇头, 擦掉眼泪, 笃定地说, 不, 贝贝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的妈妈, 只有我, 才能做她最坚实最长久的依靠。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咬紧牙, 抽回自己黏在她身上的目光, 踏上了自己的脱胎换骨着。 进培训部的时候, 那里的主管就告诉我, 很多人第一天就放弃了, 因为那时脱胎换骨, 会很疼。 我承认,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疼。 所有皮肤变好的秘诀里, 第一条一定是不能胖, 我太胖了, 产后的我足足150斤, 站在琳达的身旁, 我就像一座山一样, 看着她仙女一样的苗条身段, 不用她鄙视我, 我自己就自卑了。 所以在这两个月啃黄瓜, 每天八小时有养加无养的地狱是折磨中。 我脑海中想的都是她的模样, 我甚至把她的照片换成了自己的手机屏保。 教练看到屏保上的她, 还好奇地问, 这是你喜欢的明星吗? 明星? 她也配吗? 我心情很不好, 给自己加练了三个小时有养, 成功把自己练吐了。 一开始还对我不抱希望的主管, 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头。 你太狠了, 我从来没见过对自己这么狠的。 确定了我有资格入职这份工作, 公司终于正式让我加入了他们的第一场直播策划。 减肥、护肤和直播是同步进行的, 因为他们要向大众展示我从满脸痘痘丑陋又显老的家庭主妇, 变成大美女的过程。 所以我的第一场直播是一场公开处刑。 看到镜头里面我那臃肿,满是坠肉的小腹和胳膊。 看到自己那满脸凹凸不平又油腻的痘痘, 我第一次对自己的状态感受到了愤怒。 我怎么可以放任自己变成了这样? 直播评论里, 有好多人都不相信我能够脱胎换骨, 还有很多人话说得难听极了。 甚至还有一丝熟人的用户评论说, 我这种油腻的肥婆活该老公会找小三。 我猛地起身,夺过主持手里的手机, 将那条评论抓取出来,放大,冲着镜头道。 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记住这个人, 记住这句话, 三个月后, 我要你们看到我的变化。 我要所有欺辱过我, 看不起我的人, 都后悔自己今天说的话。 直播间顿时被我点燃了。 观看直播的人, 大多数都和我一样, 因为生了孩子, 身材臃肿, 皮肤变差。 大多数也都是牺牲了自己的人生。 做家庭主妇, 而被老公抛弃或者嫌弃的宝妈。 他们对我极度感同身受, 都在刷屏为我加油。 但其实这算一次直播事故, 因为没搞好, 这场策划从一开始就会被我搞砸。 直播结束后, 主管说他们的王总要见我。 我以为我要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所以一直很丧。 怎么? 刚才不是挺厉害吗? 在总裁办公室站了一个小时之后, 王总终于来了。 她是个女强人, 我在杂志上看到过。 她今年都六十岁了, 看上去却只有四十的模样。 妆容精致不说, 浑身上下没一件便宜货, 就连最简单的丝巾和胸针也是上万的。 我第一次这么接近富豪, 顿时有些紧张, 心底却也有某处叫做野心和欲望的东西被触动了。 我也想像她一样。 我本来是个包子性格, 若非如此, 也不会被赵家坑到这种地步。 可是这一刻, 我竟然一反常态地主动说话了。 王总, 我错了,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没想到, 王总不是要训斥我, 他是奖赏我。 他直接给了我一张卡, 里面有一百万, 你能做到你在直播间承诺的, 我就告诉你密码。 我接受了王总的奖赏, 除了每天按照教练制定的计划, 饿着肚子把自己累吐之外。 我还借着短暂的休息时间, 去看那些当红主播的直播, 研究他们带货的流程。 小助理应该做些什么, 以及当下市场化妆品的品牌、 特性、客户群体、 直播用户等, 都做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研究。 有他们带领着直播, 我的工作其实很难出现什么失误, 只是太久不抛头露面, 还是太拘谨了。 这本是我的缺点, 但我发现, 这个缺点同样是我的优势, 因为这样的我, 才更能让他们感同身受, 产生共情和同情。 刚开始的几场直播, 几乎都被我占据了主场, 我跟他们讲述我自己恋爱脑的下场, 告诉他们自己在失败婚姻里的心路历程, 说自己为了刚满月的女儿和前夫争夺房产, 才来做这份工作。 本来是只是简单的想要填满直播时长, 没想到, 经过一番讲述, 直播间的观众们开始给我疯狂地刷礼物, 还有一个土豪大姐刷了十个嘉年华。 我都惊了, 那可是三万啊。 一个晚上, 我就收了将近五万块钱的礼物, 这个走向谁都没有想到, 就连王总都没想到他们精心制定的直播企划。 被我一个半路杀出来的野鹿子完胜了, 王总对我刮目相看, 不但把礼物收益全部给了我, 还鼓励到小林离一百万更近了。 得到王总的鼓励, 当天晚上我就加练了十公里, 躺在床上腿都在抖, 可内心兴奋极了。 看到银行账户上突然多出来的几万块钱余额, 我竟一点疲惫都感受不到。 只是忽然间, 好想贝贝啊。 贝贝宝贝, 再坚持一下, 妈妈很快就能回来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铺垫之后, 运动、保养、护肤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这期间, 广告部在为自己新上市的产品紧锣密鼓的造势, 做活动、引流量。 一个月后, 在我流了一百斤汗水, 咬破一千次舌头的疯狂运动与变态的饮食管理下。 我瘦了二十斤, 整个人都缩小一圈, 小肚子明显没有了。 变化最大的, 是我的皮肤, 明显比以前要有光泽了, 痘痘也肉眼可见地退下去不少。 当天晚上, 我参与了直播, 看到我之后, 弹幕炸了。 虽说我还没有变到大美女的程度, 可被剪的小肚腩和明显变白变干净的脸颊皮肤, 与之前相比实在太明显了。 什么话不说, 也大大的摆明了几个字, 有效果。 王总, 我们的瘦身霜和锄豆洗面奶受庆了。 销售部传来了好消息, 王总兴奋地给工厂打电话, 让他们开始24小时三班道不间断生产加货, 并且以缺货为由, 适当地给产品加价。 我本来还捣鼓他是个奸商, 没想到, 他是奸商中的奸商。 他改变了原计划, 直接提议聘请, 让我来做他们产品代言的主播。 并且, 我的身份可以带来直播间独一无二的折扣售价, 同时把我变化的视频全网推广。 一通操作之下, 我红了。 同样, 我红了之后没有继续直播。 我提议王总像之前那样, 让我继续我的训练工作。 直到两个月后, 彻底地改头换面, 到那时, 我们积累的用户和流量。 会产生大爆发。 王总说我很有商业头脑, 之前做家庭主妇实在可惜了。 他承诺, 会给我和别的主播一样的带火分成, 只要我能成功, 他是不会亏待我的。 为着他这句话, 两个月, 我无数次在健身房晕倒。 愿得连教练和主管看了都害怕, 说让我别太拼了。 这个时候不拼, 什么时候拼呢? 终于, 在两个月后, 我迎来了自己作为签约主播的第一次回归直播。 90天。 从刚离婚一无所有的家庭主妇到化妆品品牌签约主播。 消息一出, 直播间的热度就窜升过千万, 前来的不只有之前的忠实用户。 还有不少闻风而来看热闹的, 直播间一度超过了九千万人次的观看。 平日里一直追视频更新的宝妈用户, 对于我的变化最为感动。 他们一个个都在弹幕里疯狂地赞美我, 说从一个中年大妈变成了清纯笑话。 看着视频里面瘦到九十六斤, 皮肤光滑水嫩的自己, 真的一时之间连自己都有些认不出。 这真的是我吗? 原来人真是可以改变的, 可以脱胎换骨。 我吸了一口气, 将自己的想法真诚地告诉了手机屏幕前 所有追捧我的用户。 我告诉他们, 姐妹们, 不要再心甘情愿为了不值得的人 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美好。 你们本来很美丽, 不比任何人差。 敏锐的观众问我 是不是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之前状态那么差。 我一五一十地将自己如何受骗嫁给赵衡, 又如何遭遇了一个奇葩恶婆婆。 以及小三来到我家中宣告怀孕, 夺走了我房子的事情, 都告诉了他们。 一时间, 弹幕上充斥着宝妈妈的怒火。 有不少人控诉自己也正处于这样无奈的阶段当中, 但是他们不敢离婚, 他们觉得自己离婚之后无路可走。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是个化妆品主播, 所以我没有劝他们离婚。 我告诉他们, 让自己变得更好, 就是出路。 第一天, 第一次直播带货, 我卖出了7400万的销售额。 这当然比不上其他的主播, 可是我一没背景, 二没光环。 能够卖出这个成绩, 已经属于行业内的奇迹了。 王总带领着整个公司的人为我欢呼, 当时就自掏腰包, 奖赏了我300万的额外奖金。 额外奖励不是提成哦。 300万, 300万。 这个我从前一辈子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它真真实实地进入了我的账户。 看到短信里面三后面的那一串铃, 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庆功会上, 王总端着一杯香槟来庆贺, 告诉了我那张一百万卡的密码。 其实我想推辞的, 因为它给了我太多, 帮我已经太多了。 王总却罕见地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值得。 不错, 我的奇开得胜 给我奠定了一大批坚实的粉丝基础。 我皮肤一点点变好, 它们是肉眼可见的, 我的生活从悲惨到复活。 也由它们亲眼见证。 我成为了它们眼里的光, 或者说是惨淡生活中 绝无仅有的一丝希望。 它们都是曾经的我, 渴望变成现在的我, 它们的每一次支持和购买。 其实不是为了我, 而是对自己所说的 一句安慰的话罢了。 我懂它们, 就像它们懂我。 所以, 我的直播效果出奇地好, 可谓一呼百应。 每次直播的销售额 都会稳定在五千万以上, 还在稳步上增。 最重要的是, 我出名了。 我高中时候的班主任 最先认出了我, 在微信上问我 是不是在直播带火。 我回事的。 然后, 我的微信就炸了。 许多高中认识的不认识的, 熟悉的不熟悉的同学 都来跟我叙旧, 就连赵恒都来了。 看来, 你过得很好。 是啊, 想不到吧? 我出来工作半年存款 就上千万了, 可不是比你那年薪 一百来万的过得要好吗? 我不想跟他出言炫耀, 但又气不过, 就把自己前段时间 两百万买的那辆 冰粉色宝石节车 贴到了朋友圈。 配文, 努力工作, 奖励自己一辆车。 三十秒, 我朋友圈的点赞 就达到了几百条。 想想曾经我发个朋友圈 那零星一个两个的点赞, 我真是又恶心。 又想笑, 他们的评论 我一概不回复。 发完朋友圈, 赵恒又发消息给我, 贝贝还好吗? 哟, 你还记得 自己有个孩子叫贝贝呢? 自从我们离婚 到现在半年之久, 他没有一通电话, 没有一次打听过贝贝的状况。 别说来看贝贝了, 当初贝贝在医院 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 他还只嫌她 吵闹到了她的工作。 我本来不打算理她, 可是有一个气氛 又邪恶的念头 酝酿在我心中。 我想到了琳达, 想到了当年 她大摇大摆来到我家里, 来到我面前 所给我的践踏和羞辱。 于是我回复了赵衡, 问她, 你呢? 你过得好吗? 你老婆生了吗? 这一问, 打开了赵衡的话匣子, 她发语音说道, 别提了, 我真没想到她那么矫情, 怀个孕快吧, 我妈折磨死了。 我妈伺候她都伺候的 腰间盘突出了。 听了这话, 我没忍住地笑出了声, 想到赵秀萍忍气吞声 伺候琳达的模样, 我就想笑。 而且我很好奇, 琳达怀孕八九个月的样子, 还那么美吗? 我去看看妈吧。 我故作亲热, 把赵秀萍换作妈。 赵衡受宠若惊。 真的吗? 之前的事, 你不计较。 我冷笑, 打字说, 这点小事。 都是一家人, 我怎么会放在心上? 真不知道应该说 赵衡是猪还是狗, 他竟然真的带了我回家。 王总得知 我要去见前婆婆和小三, 特地把自己压箱底的名牌包 还有套装裙子 都给我拿出来了。 说, 这本来是他打算 自己的公司上市的时候穿的, 现在借给我。 王总是个老时尚模头了, 他的造型团队 给我一番打造, 跟整容效果差不多。 简直把我弄得 跟英国皇室王妃一样的, 要端庄有端庄, 要知性有知性, 那性感的小腰臀 又应有尽有。 去吧, 踩死那个贱货。 一想到如今角色兑换, 我就兴奋得不得了。 我永远无法忘记 当年琳达穿着艳丽, 身材娇好, 站在我面前打量我的模样。 根本不需要一句话, 他就已经完胜。 而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如他, 而是我把我所有的青春和美好 都给了一条狗。 现在, 轮到他了。 以穿了高跟鞋 不方便为借口, 出了电梯, 我就挽住了赵衡的胳膊。 赵衡当然没有拒绝我, 反而在我白嫩纤细的胳膊上 开油了一把, 说, 你皮肤真好。 我差点吐了, 却还是忍着强颜欢笑。 门铃一响, 门就从里头打开了, 好像已经等待了很久。 开门的人很胖, 胖到只身一人 就能把整个门框挡住, 腿粗得快要把裤子撑破了。 赵衡一见他就皱起了眉头, 而他一副娇滴滴的眼神, 看起来像一头油腻猪, 那双猪眼看到我的时候, 瞪得很大。 你来干什么? 哇, 天哪, 琳达, 这是琳达。 我毫不掩饰地惊讶于他的臃肿, 对于一个怀孕的孕妇来说, 这很正常。 可是发生在他身上, 怎么那么大快人心呢? 我故意夸张地上下打量他, 笑出了声。 琳达很受辱, 自卑地低头收了收自己臃肿的腿, 满眼的愤恨和不甘, 却也已经没有资本和我相对比了, 曾经的趾高气扬, 在此刻都化作了屈辱的沉默, 恰如当年的我。 我娇娇一笑, 假装站不住挽了赵恒的胳膊, 耀武扬威地看着他的脸色, 从惊恶转为愤怒。 谁还不是个绿茶呢? 我没有理他, 拎着人身静止进了厨房, 对着炖鸡汤的赵秀萍 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妈。 赵秀萍吓到了, 他显然是没认出我, 眼睛瞪得圆鼓鼓, 一副受到惊吓的模样。 赵恒进来亲热地介绍, 妈, 男男来看你了。 林男。 赵秀萍不敢确信地试探换了一声, 我勾了勾唇脚, 冷冷盯着他。 是啊, 不认得了。 对上我的目光, 赵秀萍有些闪躲。 他? 他怎么? 赵恒告诉他, 男男现在是当红主播, 一天能挣好几十万呢。 一天? 好几十万? 赵秀萍惊讶地下巴嘟掉了, 只是碍于之前的过分, 以及此刻我不冷不热的眼神。 他也不敢跟我装亲热装熟络, 反而是有些心虚的眼神躲闪着。 厨房外, 琳达嫌恶地怒斥, 妈, 我说了我不想吃肉, 不想吃肉。 你怎么又做? 赵秀萍不耐烦地吼, 医生说了你太瘦, 身体太弱, 对胎儿发育不好, 你以为我想天天大鱼大肉地伺候你吗? 哦, 原来是赵秀萍给喂的。 难怪呢, 当初给我喂偏方, 让我长一脸痘痘, 如今又疯狂给琳达进补, 让她吃成一头猪。 赵秀萍可真是一点没变呐, 不错不错。 我笑着转身出去对琳达说, 妈也是为你好啊, 你生什么气呢? 什么妈? 谁是你妈? 你一口一个妈的亲热给谁看呢? 这是我家, 赵衡是我老公, 里面做饭的是我婆婆, 你算什么来我家管我婆婆叫妈? 没等我发话, 赵衡就站出来指着她的鼻子骂, 你吼什么吼? 一天就会在家里咬五喝六, 欺负我妈, 你还会什么? 看看人家林南, 离婚了还惦记着看我妈, 一出手就是好几万的人生, 你给家里拿过一分钱吗? 给我妈端过一杯水喝, 你凭什么吼? 赵衡, 老公, 你怎么能向着她说话? 我笑了, 你是第一天认识赵衡啊? 她不就是这么个视力眼吗? 当初我在她眼里是什么, 如今的你就是什么, 更不堪罢了。 果然, 赵衡觉得她无理取闹, 不想再跟她说话, 这时候我挽住她的胳膊提议, 妈做饭太累了, 我们出去吃吧。 琳达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跺脚跺的楼都晃动, 要去你们去, 我才不去呢? 这时候赵秀平甩了围裙出来, 指着她鼻子道, 谁说要带你了? 老娘不伺候了。 男男, 我们走, 得知我们来的是一家高级餐厅, 人均消费上万, 赵秀平终敢跟我搭话了。 关心最多的就是我现在能挣多少, 关于辈辈是一句都没问过。 我心底冷笑, 一直不冷不热地回应着。 赵衡盯着我看, 眼神从昨末变得崇拜, 男男, 你变了好多。 我冲她俏皮地眨眼, 那有没有后悔呀? 赵衡恳切地点头, 说实话。 自从娶了琳达, 我没有一天是不后悔的。 紧接着, 这顿饭就成了她和赵秀平 对琳达的吐槽大会。 不远处的台子上, 摆着我早准备好的摄像头, 将他们母子的嘴脸 拍了个清清楚楚。 赵秀平从琳达花钱大手大脚, 倒瘦得像个骷髅架, 一直吐槽到怀疑她私底下不正经, 和各种男人来往, 以及她虐待婆婆, 说得直接哭了。 一个劲夸我, 哪像你呀, 你多乖, 对我多好。 看着她T四横流的模样, 我有点想吐。 赵横看她妈哭了, 也红了眼眶, 妈, 是儿子不好, 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赵秀平倒挺会趁热打铁的, 拉着赵横的手和我的手握在一块, 你们复婚吧。 本以为要拆散赵横和琳达, 还需要费一番功夫, 没想到就是一顿饭的功夫。 赵家母子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当天晚上, 我就把他们母子说琳达坏话的视频, 以及赵秀平怂恿我和赵横复婚的视频剪辑了, 发到了琳达手机上。 然后十二点多, 琳达在朋友圈里发了自己挨打的视频求助。 赵横打她了, 赵横家暴。 赵横家暴她的原因只有一种, 那就是琳达打了赵秀平。 果然没过多久。 就有人告诉我赵秀平住院了, 被她儿媳妇打的。 我假母假式地去看了赵秀平, 又送了很多礼物, 还给了张五万块钱的银行卡。 赵秀平是个守财奴, 一个人肯给她钱, 她就觉得这人铁定是真心不二的。 她相信我是想跟赵横复婚, 想让贝贝有个完整家庭, 低声向我承诺, 我会跟那个贱人死磕到底的。 我笑着拍了拍她的手, 妈,一定要给自己讨回公道。 赵秀平从不让人失望, 琳达也不是吃素的。 两个人根本无视赵横的劝阻, 斗得不可开交。 一个告她殴打婆婆, 一个告赵横家暴。 两人官司打了一波又一波, 焦头烂额。 而我直播做得火热, 连带着王总的品牌 也天天上热搜。 我已经不是小主播了, 如今直播的时候 也和不少邀请来的明星嘉宾配合。 也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中, 我认识了一个人, 是他让我有了新生活。 他是一个知名的化学教授, 在业界内挺有名的, 王总公司的很多产品 都由他参与研发。 他这个人四十出头, 但是专业的原因, 他保养得极好。 看上去也就三十五六, 荣光焕发, 是个知性儒雅的男人, 性格是腼腆的。 直播的时候, 他一直腼腆地笑, 露出两个好看的酒窝, 都不怎么说话, 一直我问什么, 答什么。 就这么一个人, 竟然在直播结束后问我, 我可以请你吃饭腰。 我愣愣地看他, 他抓耳挠腮, 显得不自然极了, 红着耳朵补充, 非工作的那种。 就这样, 当赵恒带着他妈和小三思的不可开交的时候, 我跟老陆在某高级西餐厅吃着烛光晚餐, 喝着红酒, 笑谈彼此的过往。 如果我说我是你的粉丝, 你会不会笑我? 老陆太腿腆了, 他一直都不敢看我的眼睛。 而烛光下, 他英俊的面容, 比起那些当红的大叔演员们, 一点都不逊色。 他是个精致的男人呢。 我笑盈盈地看他, 为什么要笑你呢? 他轻笑, 因为你的女性粉丝居多。 不过, 林楠, 你知道吗? 你和王总一样要强, 但你与他不同, 你的坚定力, 始终带着一份只有女性, 只有母亲才会有的温柔力量。 是这份力量, 让你走到了这一步, 也是这份温暖, 让我挥霍了四十多年时光, 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说着, 他掏出一枚精致的蓝宝石项链, 递给我。 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 老陆和王总是老朋友。 王总拍着胸脯 拿自己上亿的资产向我保证, 他值得托付。 我才明白, 原来每个人的礼物槽 都只有一个空位。 当你让烂西瓜 霸占着这一亩三分地的时候, 上天给你的礼物 永远无法送到。 这不, 烂西瓜丢掉, 真正的宝藏就来了。 老陆是个宝藏, 他用四十年等到我, 而我翻山越岭, 终于投入了他的怀抱。 赵恒家报案开庭的那天, 老陆向我求婚了, 也就是那一天, 贝贝开口叫了爸爸。 老陆开心地抱着他, 原地转了好多圈, 兴奋之情, 溢于言表。 而贝贝在爸爸怀抱中的那种笑容, 也是我这个母亲永远无法给的。 但是万幸, 我找到了。 我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母亲, 也给了他一个好爸爸。 贪心不足, 赵家母子还在做着 跟我复婚霸占我家产的春秋大梦。 赵秀平把琳达和赵恒科离婚后, 就来找我讨赏, 问我什么时候跟他儿子复婚。 我没有理他。 赵恒也在不断地给我打电话, 问我最近怎么这么忙, 在忙什么。 我给他拍了张婚礼现场的照片, 忙着结婚啊。 赵恒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才明白过来我之前都是装的。 他对我破口大骂。 甚至买水军上网黑我, 企图以此结束我的直播生涯。 却没想到, 我的粉丝们正苦于不知道 我那个前夫渣男是谁呢。 赵恒一露头, 就遭受了严重的网报, 严重到他们公司都不要他了, 赔钱也要把他开除。 他痛哭流涕, 却死不认错, 在网上发长文, 说我算计了他, 又遭受了一轮更激烈的网报。 报得他体无完肤。 琳达也抓住了这个热度猛蹭, 发布自己被家暴的视频和照片。 结果, 被神通广大的网友们查出, 他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不是赵恒的种。 我跟老陆带着贝贝坐在马尔代夫的沙滩上, 看着碧蓝色的海滩, 拿着手机吃渣前夫和小三的瓜, 笑得肚子都痛。 视频里, 赵秀平像个跳梁小丑一样的对着镜头大叫, 你们不准骂我儿子, 不准骂我儿子, 他是学霸, 他是高材生, 他年入百万呢。 你们这些底层人不配骂他, 热屏弹幕, 莫不是背下了降头。 热屏弹幕, 退, 退, 退。